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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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這個就是廚房的整個size其實不錯的 它有位置可以放一個kitchen island 其實如果不放的話 其實這個位置我覺得是可以 做到一個kitchen diner的 因為都不細整個廚房 我們先從右手邊看起 雪櫃的位置就放在這裡 一個正常高身size的雪櫃 旁邊就是個小碗碟機 升盤大一小 它這個位置都有兩邊窗 所以整個廚房合起來有三邊窗或門 以Barris的樓來計算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最美的屋形 看看下面 這個就是個洗衣機 有少少好色的就是它沒有個洗衣房 如果有洗衣房的話 這個屋形可以說是完美的 剛才提過這個kitchen island 所以可以多很多的擺放空間 用五個明火煮食的爐頭 抽油煙機就好像稍微小小小 因為通常五個明火煮食的話 都會有個大的抽油煙機 這個還要升級的 譬如這個台面 一個石的台面 它後面的splash bar 都是用同樣的材料 下面還有更加多櫃去放東西 譬如那邊都有 也都有兩個焗爐 下面有一個gwine cooler 熱水樓就放在這個位置 下面就是 剛才所提過的storage 如果一個雪櫃不夠 那怎樣呢 其實這一邊是可以放到一個雪櫃的 這個樓頭位 但是煮食的時候 就有少少飯 在這裡煮東西 可能拿些東西的時候 就要 繞過去那邊拿東西 它現在就放一張梳化在這裏 但是如果這個位置 沒有了kitchen island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放到一張 白人台都ok的 就是伸展出來的那種 然後 變成那個dining的位置 就是剛才我看的那間房間 就是前面那間 那就可以用來做一間study 或者用來做個編廳呀 打機房呀 都可以的 廚房出來了之後呢 那旁邊這個的位置 那就是個樓下洗手間 因為它這個位置應該是沒有任何的牆 是貼住個 屋外面的牆 所以都是沒有牆的 不過都有個抽氣線 抽氣線是比較新式那種 那這個是全新推出的屋圓 所以都可能會有一些 新一些的 新一些的設備 或者用的材料 那旁邊呢 也都有個的樓下Storage 是用來櫃底的位置 那是用來櫃底的位置 那是用來櫃底的位置 那這個廳的尺寸都不錯的 以一個四房單位來計算的話 那這個廳的尺寸都算合適啦 那見到你會 你看 擺到兩張的 都算是大的沙發 再加了Armchair 那我也很喜歡它是有兩邊的 門或者窗那樣可以透風啊 那跟著呢 我們就上去樓上了 那樓上第一件事見到的 那就是這個走廊位呢 有隻窗可以開到 還有可以透光進來這個位 那這個我也很喜歡的 那他左手邊呢 有兩間房 右手邊都有兩間房 還有一個 Gam Family Bathroom 那你先看看這間房先啦 那這間房呢 是有兩邊窗的 那還有呢 就是除了很輕易地 三邊下床之外呢 還有一個大衣櫃的位置 那他旁邊呢 就是個Family Bathroom 那有少少可惜的 那就是這個位置是無窗啦 那為什麼呢 我們稍後再看看 那這個尺寸都不錯的 那這個就是個抽氣線啦 那這邊有個正常size的bath tub啦 那如果做完整個椅子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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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整個大到裏的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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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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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邊就是這個en suite,en suite是有窗的 Size 都算是適中 抽氣線就在這裏 如果不懂打開窗戶,其實這間房間有兩邊窗戶都可以透光,以及可以通風 再看看屋外面的環境 因為都是一個全新的屋苑,所以比較多地盤的位置 再看看這一邊 那邊已經在打地基 這邊有些屋已經是上了頂 如果要選擇option的話,譬如 樓上不要地毯,又或者是廚房不同的物料、顏色 最好都在一間屋是起了頂之前,就已經是要 做好了這些決定 通常都有 收樓前的大概4-6個月,還可以改 太遲的話就改不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不要太遲了,不然到時 廚房之類的 已經是 訂單好了 這個是單人房 單人床,這邊有個書桌的位 如果不放書桌的話,也可以放 衣櫃 窗都算是幾大 看看 然後到最後呢,就看完這一間房 Size 都不錯的,還有個入場的衣櫃的位 這個Size 都算是幾高 這個Size 都算是幾高 這個廚房單我覺得不錯的,三間雙人房,還有一間的單人房 其中兩間房都有兩邊窗 唯一少少可惜的,就是他的Family bathroom是沒有窗 這個可能就未必個個朋友都喜歡的 英國人就沒有所謂的,但香港人就這方面比較 比較執著一點 還有他的 客廳的Size 都不錯啦 那廚房如果是,弄了 Utility 就更加好 不過呢 我都喜歡他,他有三邊的窗和門 所以就算煮東西吃幾大陣味都好 你開了窗的門,都可以扯走那些味道 那這個單位呢,現在是有放售的,這個屋形 看完個示範單位之後呢,就出去看看個周邊環境啦 那正正前面這個單位呢 那就是今天我們看的同一個屋形啦 那都起到差不多到頂了,這個屋的價格呢 是534995,就是535K啦 那這個位置是一個比較 屋遠 多小門口的位來的 那在他旁邊呢,就是剛才我們看過這個的示範單位啦 那除了這個的四房獨立屋之外呢 那旁邊也都有一些的三房半獨立屋啦 那就好像前面這兩間那樣 那其中一間是示範單位,另一間是 放售 那這個房間的 那這個房間的房間呢,那這個房間呢,那這個房間的路都比較寬一點啦 那這個轉角呢,也都有一間的獨立屋屋的 那它全部房都是商人房來啦 那因為這個屋卷都剛剛開始建了 那所以建好了的樓就不是很多 都是前面這幾間 那再看看後面 那也是工地啦 那我們周圍去供一下 那看來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的 那起碼在這一個位呢 就不是很多一些暗斜的位啦 或者明顯的斜路那樣啦 再看看前面 那這邊呢就是 剛才所提過的 那起近的單位啦 那這邊有部分的單位 那其實已經是賣了的啦 好啦 那我們看完了現在起樓的情況之後呢 那我們就看看市中心的環境啦 那麥克森是哪裏來的呢 那我們現在就在麥克森的市中心啦 那是距離倫敦大概32公里啦 那如果是搭火車的話 那52分鐘的火車又可以去到聖帆克拉斯 又或者54分鐘的火車就去到倫敦bridge啦 那那分別是在 Maystone West 和Maystone East 這兩個車站來的 那今天呢都比較大雨多少 那那大家見到啦 那都有一些大的店啊 或者是銀行啊 那HSP在我們旁邊呢 那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呢 那是距離前面的大的購物中心 那其實都是大概三分鐘的路程就到了啦 那附近呢 那也都有火車站啦 那除了購物之外呢 那也都有些文物的 那譬如好像比較近下面呢 就是一個都幾出名的Archbishop's Palace 那那因為現在是臨近聖誕啦 那所以都幾多聖誕的佈置啦 那正正前面呢 那這個就是 這裡最大的Shopping Center Framlin Walk 那我們呢 那都和大家在裡面走個圈啦 對啦 那我們就來到這個 可以說是整個Maisdon 最現代化的地方啦 那為什麼會和大家介紹Maisdon這裡呢 因為其實 我們介紹了都不少肯得棍 Kent的樓盤啦 那很多時候呢都收到一些朋友問 啊有沒有介紹Maisdon這裡啊 那我們爭取了很久 我們終於拿到這個全新的屋苑回來 去代理和大家去放手啦 那至於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是上來Maisdon這裡呢 那第一 Maisdon在Kent裡面 人口當然是最大的一個Town啦 那第二 它有四間Grammar School那麼多啦 那所以校網方面呢 都是相當之不錯的 那Maisdon裡面的學校呢 那全部都是Outstanding或者是Good的啦 那如果要考入這種的Grammar School啦 Kent的Grammar School 那競爭都大的 那大家 那些小朋友呢 都要考一個叫做Kent Test的一個考試啦 那才有機會是可以入到這些Grammar School啦 那還有呢 那其實 那要去register的話 那也都要是入學之前那一年的六月份 六月頭啦 那就要去報的啦 那也是一個月的時間去報啦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著這個時間表啦 那至於有關更加多的Grammar School的詳情 那大家可以看看Kent County Council的資料啦 那而在Maisdon的市中心呢 那也都有一條河呢 那叫做River Madway 那在夏天的時候呢 那都有的River Cruise 那可以坐船在那裡 看看風景那樣啦 那其實是在郑國市中心隔離的而已 那這條河也是把個小心隔離分開了東西兩邊啦 那今天真的天天不是那麼漂亮啦 那但是呢 那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 出來散步啊 那其實都看到呢 就算天天不是那麼好 都有一些人在跑步啦 那其實跑步的話應該都幾舒服的 那在對面呢 也都有TK Marks啊 那還有Aster 這些大的商店啦 那Maisdon也都有不少的文藝氣色地方啦 譬如像前面這個Museum and Art Gallery那樣 那和距離市中心大約10分鐘 也都可以到一個漂亮的Castle 叫做Leese Castle的 我們簡介了Maisdon的市中心之後呢 距離市中心大約10分鐘的車程 又或者搭巴士呢 都可以來到的 那就到了今天介紹這個的屋苑啦 那在鄭區對面呢 也都有一間警署 那最近的巴士站 就是前面轉角的位 那距離這個屋苑呢 大概都是五分鐘的路程就到了 那在鄭區對面呢 也都有一間的餐廳連著酒吧啦 那向前面這個方向呢 就是向著Maisdon的了 過了那條橋那個位 那我們見到前面的牌呢 就是向著Maisdon那個方向啦 那我們實際上這個屋苑身處的位置 就是剛剛在Maisdon隔離啦 那我們就在前面那個方向走過來啦 那過了前面這條馬路呢 那就去到其中一個比較近的車站啦 那都見到那些巴士呢 那都見到那些巴士呢 好像前面那樣 是雙層巴士來的 那我們再看看 那我們再看看 前面這個巴士站的巴士的時間表啦 那剛才跟大家提過 那這裏有四間的Grammar School 那都是Maisdon各方向的 那大家可以見到那個巴士站的表呢 那我們亦都是講到明 是去那些Grammar School啦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巴士啦 那這個方向也是去回Maisdon 其中兩個主要的火車站啦 那就是Maisdon West 和Maisdon East啦 那向這個方向走呢 那也是可以去回 一間大的Waitrose啦 那大家都知道啦 那附近有Waitrose的話 那那區都不會差到那邊的啦 那除了Waitrose之外呢 那也都有其他超市的 然後我們過回對面街呢 那就是看回這些巴士的時間表 和那個方向啦 那都是向回屋苑的方向行駛的 那了解了巴士方面呢 那我們就回到屋苑這裏啦 那其實這裏 行路呢 都可以去到其他的大的超市的 那包括了Sainsbury's和Audi啦 那那現在那條路呢 就比較遠一點點 那那遲下呢 如無意外 在這條路一直向前走呢 那穿過屋苑的裏面 也都可以去到附近另一個的 西湯啦 叫Alsbury 那裏面呢 又有就是剛才所提過的超市啦 那再加上去遠一點的話 也都可以去到這裏 Morrisons和Tesco Extra的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其實有一個再近一點的火車站的 叫做Bramming 那那裏也都有火車是直接可以去到Victoria 那一個小時頭零四分鐘就到的啦 那那剛才提過啦 我們在肯特郡在Kent 那這裏也都有不少的屋苑去介紹啦 那其中一個呢 那就是這個叫做Oak Hill的一個豪宅區 那這個也是在肯特郡來解 好少有的 會有一個Clubhouse的一個屋苑啦 那前面這個單位呢 非常之靚 大家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啦 那那除此之外 在另一個的大家應該都聽過 Tunbridge Wells 一個校網非常之好的區啦 那那也都是有些四房單位 和那些appoint是放售的 那四房現在都是剩下兩三個單位做啦 那這個的四房單位 那也是有個車房的 那前面有兩個甚至乎三個泊車位 那走遠一點去到Archford 那這邊呢 那這邊也都有一個新的屋苑的 那不過現在大部分的單位 已經是放售了 和入了火的啦 那現在剩下少量的單位啦 那其中一個就是前面這一個的示範單位 那我們有一篇是介紹的 那大家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 那除此之外 那在Canterbury 我們也都有另外兩三個屋苑 是介紹啦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叫Saxon Fields的屋苑啦 那都是剛剛開始放售 不是太久的 那是距離Canterbury的市中心都幾近的 那正正見到前面一個尖起了的位 那那裡就已經是個Cathedral啦 那附近也都有Morrison's的超市 和一個retail park的 那而距離Canterbury大概十分鐘的車程 就來到這個另一個的David Wilson Homes的屋苑啦 那叫做Woodlands 那他旁邊也都有一個Barratt的同一個屋苑啦 那David Wilson這邊呢 就放售了不是太久的 都是放售了半年左右 那所以呢 都還有不少單位將會推出的 那在整個屋苑前面呢 也都將會有一間新的Tesco的 那除了Tesco之外呢 那在屋苑門口走過去 兩分鐘就到了這一間的Farm Shop啦 那裏面也都有很多新鮮的肉賣啦 火鍋啊 正啊這些肉 那也都有不少的豬扒牛扒之類的新鮮肉啦 那如果還選不夠的話 不要緊要 我們也都在一個叫做Pudel會的地方 那有另一個的屋苑在放售 那前面這一個呢 是一間的四房獨立屋 有兩個的車房 和前面最少兩個的車位 那除了四房單位之外呢 那將會也都有三房的單位會推出啦 那其實現在都有三房的燃樓是在放售的 那這個的屋苑在正個屋苑門口 也都有巴士 是的 有校巴是可以去到Tunbridge Wells 那所以不少的屋苑呢 都在這裡 不需要送兒子回學啊 去到屋苑門口已經有巴士去到 這個Tunbridge Wells 校網非常之好的地方 那我們也都是片介紹回這裡 其中兩間的三房的半獨立屋啦 那前面呢 就拍車位的 那也都是有鐵閘啦 那所以在Kent也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的 豪宅也有啦 那比較中產的也有 又或者是平民化一點的都有 那所以 在這個有著 英倫後花園之稱的肯特棍呢 我們都有不少的屋苑是可以介紹回給大家啦 如果大家都覺得肯特棍未必適合自己的 不要緊要 那還有其他選擇的 那包括了Swindon啦 倫敦裡面都有不少的屋苑 又或者是Milton Keynes Reading 連同Wokingham Sury和Harmshire Brighton就是南岸那邊啦 又或者是Kent 那包括了Tonbridge Wells Tonbridge Maystone Canterbury 又或者是Arshford 那而在西南邊的話 也都有Bristow 去到中部的話 有Birmingham and周邊的地方 東邊有Cambridge 南邊也都有Chichester 還有Oxford 還有Oxford Sewsbury 在近住Birmingham附近 那旁邊也都有Telford 那北邊的話也都有Warrington Preston 那東邊的話也都有Norwich 那整個英國有超過100個屋苑可以介紹給大家啦 那總有一個會適合你的 那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POPPYS啦 還有肯特棍的屋苑到這裏為止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透過英國度租樓買樓裝修 甚至乎買樓 也都歡迎隨時和我們聯絡的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MING PAO TORONTO